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美國要在亞洲建立小北約這個傳聞 在過去這一個月以來都是甚囂塵上的 現在這個傳聞 就獲得了越來越多的消息證實 根據美國媒體華盛頓自由燈塔的報導所說 就說這個小北約的構想 最先就是由美國副國務卿比根 在上個月參加美印戰略會議的時候提出 究竟這個小北約會有什麼骨幹成員呢 在說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這個小北約其實 主要是奠基於美日印澳四方戰略會談這四個成員國 這個消息剛好就在下個禮拜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到訪東京出席會議之前就爆了出來 可以說是空月來風未必無因 而且 日本新任的首相菅義偉也說明 是會承繼上一任的首相安倍晉三的路線 包括了他的對華政策 而安倍在退任不久 就已經急不及待地自爆 說在三年多前特朗普上任的時候 就已經勸他一起對付中國 現在再有一個新聞出來了 就說安倍早在2007年他第一趟上任 接任小傳常一郎成為首相的時候 他就暗淨地向美國提出 類似於小北約的建議 只不過當時就沒有被美國接受 大家要注意 在安倍第一次 即是2007年上任日本首相的時候 是中日關係的蜜月期 因為 在安倍之前 小傳常一郎也做了很長時間的首相 當時他擔任首相期間 就多次走了去靖國神社那裡參拜 於是引來了大陸方面的強烈反彈 而且 大陸的民眾甚至乎還發動了什麼罷馬日課的事件 又有些什麼反日遊行 號稱是民間自主發動 好了 當時安倍 其實就隱藏著他真正的對話態度 一方面 他就嘗試要修復中日關係 原來他暗淨也是暗渡陳倉 所以 安倍晉三可以說是日本的李登輝 好了 現在他真正的對話態度 就在他卸任之後 就是自己這樣揭露了出來 原來之前 很多人對安倍都有所誤會 但是現在 既然他退任了 由他那個繼任人 菅義偉 去承繼他的路線的時候 他也不需要再記位 好了 現在 這個消息就傳了出來 到底 為什麼 其他國家會有興趣 參與這個小北約 本來 安倍當年提出的時候 都搞不成 但是現在美日印澳四個國家 分別都跟中國有好心的牙齒印 日本就跟中國 在東海的釣魚島那裡有主權爭議 美國和印度不用說 好了 至於澳洲 人家說兩句說話 說要調查一下這個武肺疫情 然後就跟你開始交互 一會兒中國又說要對澳洲的大麥 徵收懲罰性關稅 諸如此類 搞得越來越和 而且 不單只是這幾個國家 是開始認同中共威脅論 逐步就成為了其他國家的共識 發生在中國周邊的主權爭議 其實就是這個小北約形成的利好因素 比如說在南海 在上兩個月的時候 越南在東盟的牽頭 弄了一份聯合聲明 說要維持南海的航行自由 諸如此類的東西 雖然要以東盟的名義來發表一份聯合聲明 就必須得到全體東盟國家都認同才行 換言之 即是其他幾個和中國在南海有主權爭議的國家 即是菲律賓 文萊和馬來西亞 都認同這份聯合聲明 另外一個因素就是台灣問題 有消息說 連台灣也想加入這個小北約 當然入不入得成 就是美國說了算 但是來講 如果美國真的 允許台灣加入小北約的時候 就變成了一個另類的軍事同盟 到其時 中國說要對於台灣民工武嚇 就會難上加難 所以大陸方面對於這個小北約 就相當之敏感和忌諱 激到生虧地跳 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羅兆輝 在上個月初的時候就提到了 說美國介入了南海事務 拉攏日本 印度和澳洲等國 組成所謂的 亞洲小北約 搞反華小圈子 奉行冷戰思維 羅兆輝副部長就批評美國 才是南海的和平最大威脅者 地區合作的叛腳石 因為如果真是把台灣加進去這個小北約 而其他 跟中國有主權爭議的國家 又一起加入小北約 就會形成了一個針對中國的半包圍網 整個中國沿海地區 中越邊界和中印邊界 就會被這個小北約包圍住 其實這個亞洲小北約 也跟蓬佩奧的理念一致 蓬佩奧曾經提出 說要建立一個屬於民主國家 和擁有共同普世價值觀的國家之間的聯盟 而當他在這個禮拜初 去到希臘訪問的時候 又提到 說要組建一個全球抗中聯盟 現在這個所謂的亞洲小北約 正正就是 他這個口中所說的聯盟的初刑 好了 至於 這個所謂的亞洲小北約 到底是會什麼時候形成呢 實際上來說 現在就已經非常之貼近美國總統大選 如果說要在這一頭半個月裡面 成事的話 基本上都沒有什麼可能 最有可能成事的是什麼時候呢 就是特朗普贏出了這一屆總統大選之後 在他第二個任期的四年之間 就有機會形成了 當然 若然是由拜登勝出的時候 我相信這個所謂的亞洲小北約形成的機會 就接近零了 因為拜登 雖然他說對華強硬 但是 他已經是對中國伸出了橄欖枝 說要降低特朗普 對中國所加徵的關稅 就是說他都很重視 和中國之間的貿易利益 如果要和中國做生意做貿易的時候 還怎麼會愚蠢到整個什麼亞洲小北約出來 變成了一個貿易壁壘 所以你說拜登上台 這個小北約就肯定會難產 接下來就說回本地的陳同佳案 老實說這個人都算是很醜 在昨天他就透過一直協助他的 聖工會管浩明牧師 發放了一頂錄音聲帶 除了再度向 潘曉榮的父母道歉以外 他還多謝潘太願意為他求情 給他一個改過自身的機會 另外他還說到 他回台灣自首的想法一直都沒有改變過 他就會請律師安排他回台灣自首 那你回台灣就早就回台灣了 住了這麼久的安全屋 浪費了這麼多特區政府的公帑 搞什麼 這年多以來你的臉已經賺了 還有 這件事 現在台灣方面就說 刑事警察局就已經和香港警務處 建立了一個單一的聯繫窗口 如果這個陳同佳 要回台灣面對司法審判的時候 隨時就可以通過這個窗口聯絡 相關事宜就已經準備就緒 一切依法辦理 香港保安局又怎麼說呢 說這個陳同佳現在是自由人 特區政府就無權將他繼續激壓 或者施加一些強制措施 如果他是願意回台灣自首和接受審訊 而又獲得台方同意 特區政府就會提供可行協助 這樣就真是搞笑了 原來在這個既有機制外面 現在就能解決得到 如果陳同佳真的回到台灣接受審訊的時候 去年請問搞什麼 又說要搞一個逃犯條例的修訂出來 來安排陳同佳去台灣 就是你搞來搞去搞那麼多東西 原來現在可以通過這樣的機制 是能解決得到的 甚至乎當時民主派還建議 又說要特事特辦 又說要設立一個日落條款 又說整個單次移交 根本上都不用的 原來現在什麼都沒有搞過 現在什麼都沒有搞過 就說陳同佳就可以去台灣自首了 人家都給你去的 一直都是 對 我想請問你去年搞那麼多東西 搞什麼 搞什麼 你折騰了香港人那麼久 現在這個傻子就去台灣的樹伏法 但是香港和香港人就已經是回不了頭了 超過一萬人被你香港警察拘捕了 有些又落案起訴 有些就是 浪跡天涯 有些去了台灣 有些不知道去了哪裡 有些被你激壓了在拘留所 現在都沒有審訊 有12個就在深圳的樹 喂 你搞來搞去搞那麼多東西搞什麼 還有你這個陳同佳和你父母都應該走出來向所有香港人道歉 剛剛才搞這些東西出來 終於就變了給林鄭上的名牌 搞個什麼逃犯條例修訂出來 搞到現在香港天翻地覆 全家富貴 整班傻子出來道歉 跪地借罪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